这样吃饭最损福报 你知道吗 珍惜福报 先从好好吃饭开始 中午食堂吃饭 看到同事负气的 把几乎没动过的盒饭 倒进干水桶 咸菜色不好 盒饭二昏二素 色 香 微尚可 下午两点 业务销售因为过了饭店 孕运粉饼干 也不愿意去吃中午留的盒饭 最后只好整合倒掉 这样的浪费 应该不止于公司 家里 餐馆 学校也很常见 干水桶里剩饭 剩菜随处可见 我们常常一边努力工作 辛苦打拼 美其名曰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而另一边却没有缘由 不计小节的浪费 物质缺乏的时候 知道东西来之不易 还小心翼翼地珍惜 一旦日子宽松了 便开始大手大脚 早忘了昔日的苦 我们从小到大 懂得了许多道理 却唯独忘记了要如何珍惜眼前已经拥有的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 想吃顿好的 点个外卖 分分钟的是 面对丰盛的食物 你能细细品出其中的滋味吗 多少人已经不会或者没有好好吃一顿饭了呢 今天随手倒掉的也许只是不合口味的饭菜 如果不懂得珍惜 你可能倒掉的就是自己日后的福报 珍惜福报 先从好好吃饭开始 其实 好好吃饭就是一场修行 吃饭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正是从对待小事的态度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 现代人心普遍浮躁 一刻不停地向外攀缘 走路低头看手机 吃饭边看手机 甚至连三 五岁的娃娃都要看着电视 才能安静地吃一碗饭 生活中随处是一心两用 三用甚至是多用的人 福托是怎么教小朋友吃东西的 福托促成道 有一次和善生以及一群小朋友一起吃橘子 他们安静地围坐成一圈 福托告诉小朋友 我们吃橘子可以专注地吃 也可以不专注地吃 怎么样才是专注地吃呢 就是在吃橘子的时候 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吃橘子 你可彻底地感受到橘子的香和甜 当你包橘子的皮 你知道自己在包它的皮 当你把一片橘子放进口中的时候 你知道你自己是把一片橘子包下来放入口里 当你想用芳香和美味的橘子时 你会察觉你在体验那芳香和美味 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专注在吃橘子的当下 同时心也安住于此 细细品味橘子带来的甘甜 其实这就是禅修 就是定 有多少人能在吃饭的时候 把心安住在吃饭的当下 细细品味米饭的甘与甜呢 或许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寺庙吃饭的地方叫做摘糖 或叫五官糖 何为五官 一 寄供多少 量比来处二 存即得行 全缺应供三 房心离过 摊等为十四 正是良药 未聊行枯午 未成道业 故受此时寄供多少 量比来处 意思是吃饭的时候 要知道一粒米来之不易 是经农夫辛苦种植 商人贩卖 工人处理 嫁人烧煮才能端在我们的面前 懂得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要以感恩心来吃这顿饭 思为食物的来之不易 存其德行 全缺应供 吃饭时应该想一想 自己的道德 贡献 是否足以享受这餐美食 是否受之有愧 如此一想 惭愧心有染生气 房心离过 摊等为十 吃饭时应时刻防止自己有摊 真的念头 不能看到自己喜欢吃就打吃 多吃 也不管别人 不和自己口味的就嫌弃 随意丢弃 正是良药 为疗行哭 我们之所以吃饭 就是饿病发作 所以要以饮食为药 三餐是为了治病 为求饱腹 令身体健康 所以不应该执着于美味 以饭作为疗机的药 要做这样的观想 未成道业 故受此时 每日三餐是为了维持健康的身体 以便于学习 工作 修行 因此要奋发努力 才可以受食 吃饭时要存以上五官之下 这才是吃饭的真正本质 也是佛教修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之所以不懂得如何好好吃饭 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让心安住的能力 失去了让心休息的能力 我们的心一刻不停地向外追逐 我们孜孜不倦地求名 求利 求事业 求家庭 求感情等等各种追求 心一旦静下来便很惶惑 不知所措 只有不停地忙碌 把自己累到不行 便以为这是充实 其实 忙碌也无法掩盖内心真正的虚无 何不静下心来 先从好好吃饭开始 细细品味米饭在唇指之间的滑润 希望我们可以把心踏踏实实地安住于当下 在滋养色身的同时 也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